你好老闆,还需要点啥? 你好老闆 你好 我看一下我这个银院 他整了一项夹的 看那个死柱是啥意思 银院整了是夹的 那你找大爷说这应该都不是你了 别人送你了吧 是嘞 这是啥吧 这个手来画账 我都唱话端主 因为我是干楼梯两个话的 让前两个人解了一个楼梯两个话的货 然后干完之后给他要钱了 他不给钱 每天我来一趟,拨一趟,拨一趟 你只要在那盖口中等他 然后电了一下 然后下来有个三十万万钱 三十万万钱 然后干完了,不过干了就漂亮 这边给他要钱了 他一直捶,一直捶,捶 他说没捡钱了,又没钱了 又啥东西了 这边后来要捶的 现在是笔记了 你只要咬到,听到了 对 笔记了,他要穿甲毛给他 穿甲毛给他 我来报你多少钱,押了 这个押多少钱? 他说这个质头才十来万 我不信他 押你多少钱? 押我三十万 等一分钱给你个赚 对,你会给我三十万吗? 他说这个质十来万 好,我给你讲一下这个东西 说一下,你这个是赫着笔,已经入坑了 入坑的时候呢,你看他这有 有这个网址啊,你可以去网上 仔细对一下他的细节 如果说对得上,这就是整笔无益 其实你问那个石柱是什么意思 石柱呢 是国去的一些菌发 他石柱法性创造的 然后你看他的样子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冤大头 一般九年的情况下 九年是做工最紧没了 但是你看这个 名言和冤大头不一样 所以说他挂个石柱 而且你看这个壳重也不一样 正常的大头是26.7到27克之间 你这个呢,这个就26克 比普通的大头烧,烧一点 他这样做的目的类就是 国序是印本位 他这样目的类的话就是投印 就是投印 老百姓党是指任何音乐 你这个是整类 然后你这个财富领益 财富的话就是底盘可以 领益的话就是有保奖 你看清晰的可以见了保奖 他说的话是不假 石柱的大头啊 和扑董的冤大头 价位差了很多 扑董的九年吧 如果是究竟的话 就量产钱上下 一百名一样的 然后如果九种九处的话 就一千多 你这个的话 他是很值钱 但是达不到你所来 值十万块钱 还是三十万块钱 他说十万万 对,他说值十万块钱 然后顶你三十万块钱 对,他说想让我保存了 明白明白 我信他 他说到这边钱到了 到时候叫做我还输了 就钱 果然还输了 我不想意他 明白明白 所以我再过来 特意看一下到底整的家 明白明白 你这个我看了 没有什么磨损 这个后面的保奖也不错 但是他的实际价值 就现在市量价值 就万元上下 万元上下 对,万元上下 你最多万万元 你万万元 万元上下 会根据市量的浮动 躲点烧点 哦,我知道了 他不值钱一下 他忽悠你了 我都说了 平时给他拱人的时候 要钱我就知道 我这样说了 好多了 这个东西 你再给他去卸掌一下吧 这个确实就是万元上下 躲点烧点的事 怎么怎么 先卸 先卸什么 没事,没事,没事 我这边能大把 我这边 我只能扎错了 我心里有点 谢谢 他的价值就是这么多 我这个装哪装 装装装 好,谢谢 没事